盖善知识 难语 难识 经信求得 唐语比善知识所识 不能信受奉献 则良意所守 如是则欲同为语 这些诸解 还是给我们说 欲善知识 不是容易的事情 首先 自己要具备条件 第二 要认识善知识 所以说善知识很难遇到 可欲不可求 古大德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缘分 有这个缘分 自然会遇到 没有这个缘分 早也差不多 语言实在说呢 是一种感应 古大德教导我们 至诚感同 真诚到极处 就会有感应 所以 不能没有真诚心 不能没有清净心 不能没有恭敬心 这三个心 基本上 它产生能感 我们能感 就有机会遇到 这是说 善知识 难遇 没有这个条件 跟善知识 不弃感应到架 遇到之后 要真的认识 不能够 轻易 错过 真正善知识 它一生 最重要的一桩大死 就是要把它所修 所修 所正的传下去 中国古人所谓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个后 就是集成人 而不是子女多 学生多 学生多 没有能集成老师的 子女多 没有能集成 祖父的家业 这个都叫不孝 如何培养 就是接班人 集成人 这是校里面的第一桩大死 所以 做父母的人 一定在子女当中留意 哪一个孩子 可以把它培养出来 集成家业 老师也如是 在所有学生当中 看看 看看 有哪几个能够集成她的道意 她的学术 尽心尽力了 培养地下一代 这个是无条件的 绝不是这个学生家里面富有 那 供养很多 或者是给老师送的礼很多 那是人情 这个事情与人情没有关系 与学生的对性 天分有关系 那 如果有这样的天分 对性的学生 他虽然很清寒 很贫穷 老师一定会帮助他们家庭生活 要照顾学生的家庭 让他能够安心在修习 对家里头没有后顾之有 他才能学的成功 这是死导 世世代代不衰 古人懂得这个道理 也非常认真去做